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3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中国与伊朗签署战略协议 看中国对外战略 这是昨天纽约时报的一份独家新闻 纽约时报拿到了一份18页纸的中国和伊朗之间的 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的协议 这是 纽约时报的表述,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份 一带一路性质的合作协议,项目合作协议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到底说的是什么 那么文件一开头写的是这样写,两个古老的亚洲文明 在贸易、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有着相同的前景 以及 很多 双边和多边合作 共同利益 视对方为战略合作伙伴 这是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中国在银行 电信港口 机场 铁路 高铁 地铁等工程 展开与伊朗的合作 涉及数十项 庞大的建筑工程 根据这项合作协议,未来25年 中国在伊朗投入4000亿美元 作为交换 中国在未来25年 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持续获得伊朗的石油 非常 然后协议还提出双方在这个军事上 军事方面,即使讲是安全方面的合作 包括联合训练和演习 联合研究和研制武器 以及情报共享 目的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 毒品 人口贩卖和跨境犯罪 等问题上的不平衡战争 然后文件还这么说,中医两国传统友好 双方就双边关系发展,一直保持沟通 我们愿意双方紧密合作 推进务实合作 这个协议列出了100项合作项目 那么 这些合作项目和 一带一路这个模式高度一致 高度一致 其中一个比较敏感的是什么 比较敏感的是 中国在伊朗西北的马库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 阿拉伯海贿赂波斯湾的阿巴丹 以及 波斯湾的格斯姆岛 设立自由贸易区 那么协议还包括什么呢?协议还包括 包括中国推进5G网络 在伊朗建5G网络 向伊朗提供这个北斗系统 北斗系统 还帮助伊朗建墙 建长城墙 这个墙 对网络内容进行监控,中共很熟悉 这个非常熟练干这个事情,跑到伊朗也帮伊朗 所有集权的国家 都是中国出口这一套东西的对象 这个纽约时报这么说,纽约时报说这些文件呢是 熟悉起草情况的人士提供的 那么 伊朗外交部长这个扎里夫 他这么说,他说 这个伙伴关系其实在 2016年 这个习近平访问伊朗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 那么今年6月份 记住这个时间点是6月份 那么总统鲁哈尼内阁批准了这个伙伴计划 扎里夫说呢,这个计划将 将会提交给议会,最终获得批准 那么两名伊朗官员说,说这个 伊朗最高领袖这个哈梅内伊 已经支持这个项目 这是项目 伊朗官员曾经公开的讲过 他们正在和中国有一项合作协议正在谈 一名伊朗官员和几名伊朗政府讨论过这个协议的人士确认 纽约时报获得的这份文件 文件上面有个最终版的字样,日期是2020年的6月 那么应该是这样 文件呢就现在还没有公开 然后也没有提交给 伊朗议会的批准 那么北京的情况也差不多,也没公开,然后也没有提交人大批准 也不清楚 到底批都没批,签没签 那么为什么伊朗会 我们先说伊朗这边啊,为什么伊朗会 突然一下子跟 跟中国签一个这么大的单,4000亿美元,这不是个小数目啊 我们还是猴子变人开始讲 2003年 伊朗开始研制核武器 然后从2003年开始 联合国,当然这是美国推动了 联合国推,通过了四个 制裁,四轮制裁伊朗的这个 决议 那么美国跟欧盟,欧盟还出台了各种制裁的法案 在这些联合国的制裁行动当中,中国都投了赞赞票 然后奥巴马政府 通过两年的谈判 那么在2015年,达成了伊朗契合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呢,7月20号,2015年7月20号 安理会一直通过了全面行动计划 第2231号 决议 那么这个计划呢,就允许 伊朗全面契合 然后逐步取消对伊朗的制裁 那么这件事情本来就基本上结束了 那么2018年 川普总统宣布退出 伊核计划 为什么,他说这个伊核协议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协议 然后就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这是2018年开始的 那么今年1月3号 美国就 就刺杀了那个刺杀了这个伊朗革命卫队 这个圣城指挥官 苏莱曼尼,大家都知道的 然后1月8号 伊朗报复 向那个伊拉克的两个空军基地 发动这个导弹袭击,发射了22枚弹道导弹 但是一个人都没死 受伤都没受伤 这个基地有美军驻扎 说是报复 报复 那么 到了今年的5月13号 美国就公开表示 如果安理会不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美国将重启 对伊朗的所有制裁 根据 根据伊朗这个全面契合协议 武器禁运在2020年的10月马上就到了 到期 美国已经将他的计划 告诉了英国、法国和德国 两周之后 这个美国伊朗问题的特使 胡克证实了这个计划 美国的新一轮的制裁 切断了伊朗 伊朗的经济的命脉 所有准备去伊朗投资的 投资商都撤了 然后国际银行的渠道也停掉 那么等于伊朗整个经济受到重创 伊朗经济受到重创 这个影响非常大 伊朗是在绝望的情况下 决定跟中国合作 时间节点 就在6月 然后5月份 美国宣布要要求这个 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经营,否则他就会全面制裁伊朗 那么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伊朗的石油出口 一落千丈 那么中国75%的石油要进口 一年大概要进口2000亿美元 每天要进口1000万桶 1000万桶 这个点是什么点?这就是中国和伊朗 双方进行合作的一个最关键的点就在这里,就是 伊朗 出口的石油,由于美国的宣布要重新制裁伊朗 他就 石油就掉下来了,然后去伊朗投资这些投资商全撤了 特别是那个什么 特别是 银行系统 银行系统 美国要宣布要切断 切断这个 这个伊朗的银行,就是美元结算系统,讲到底就是美元结算 那么这就是伊朗为什么 会在这个时候 接受跟中国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带一路的项目,谁是假方 中国是乙方 对方是假方 为什么 因为你要接他的单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 那么哈梅尼一的首级经济顾问,最近在这个国家电视台上 讨论这个建立经济生命线的必要,他是这么说,他说伊朗需要将石油产量 提高,每天提高到至少 提高到850万桶 才能在能源市场上占 一席之地 所以他说 伊朗需要中国 那么支持这个战略的伊朗人都说,考虑到伊朗有限的经济选择 要么大幅贬值 要么就货币贬值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指望美国解除制裁 所以中国变成 变成唯一可能选择的一个生命线 那么伊朗的外交官是这么说的 对伊朗来说,每条路被堵死了 唯一开放的就是 唯一开放的路就是中国 无论如何在 制裁解除之前,这项协议是最好的 那么他们实际上,伊朗内部 实际上还是有争议的,我跟大家讲,后面还有一些伊朗人 他也是反对的 反对什么呢 内塔尼亚湖,大家还记得吧,不是内塔尼亚湖 内甲德就出来说 说这是一个可疑的秘密交易 伊朗人民不会同意的 然后还有一些伊朗人 在说什么事情呢 说 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普遍遇到的情况 普遍遇到的情况就是 債务危机 4000亿,4000亿不是个小数目,25年 那么 这件事情敏感吗?非常敏感 为什么 你想一下 华为也好,中兴通讯也好,当年是怎么出的事情 当年就是在伊朗的事情上出的事情 华为 华为 就是出口监控系统 给伊朗遇上的麻烦 那么 美国针对 美国针对 叫 孟晚舟,美国针对孟晚舟的刑事起诉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一家香港公司 这家香港公司原来是华为的子公司,后来他把它 放出去,脱钩,但是脱钩就算他脱钩 里面的人全部都是华为的人,所以美国人不认为他是 他脱钩了,他还是华为的公司 这家公司出口了这个 这个监控设备 给伊朗 所以你知道华为在干什么,华为在干这种事情 那在国内干得少吗?也不会少 所以 华为惹上的麻烦和孟晚舟惹上的麻烦,都是因为跟 跟伊朗做生意 当然还有一个跟伊朗做生意惹上麻烦,就是中兴通讯 中兴通讯就做得更粗糙一点 就直接就捏住了,连内部文件,美国手上都拿着他的内部文件 所以中兴通讯当时是 博尔顿的书里面讲 讲这个中兴通讯当时是要把它切死 灭掉的 直接就 断掉 是川普总统 决定放生 中兴通讯 所以中兴通讯到现在 还有美国的 就是他要请美国的这个 叫什么,合规官 合规官就是符合美国的规定 就是合规官是常驻在 常驻在那个中兴通讯的,而且 工资是由中兴通讯掏 所有的董事会的文件 都得给他看,所有内部文件全部都得给他看,看他签了字 才能过 不签字不能过 所以中兴通讯说是说国企 其实 他是已经在 已经是在 美国的控制之下的一个国企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 这里面有一个,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甲斯克 甲斯克我刚才讲的这个自贸区 中国会在甲斯克建一个自贸区 那么这个甲斯克在什么位置呢,在位于波斯宽入 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外 那么他这个位置呢,他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非常重 有战略的战略价值的位置 那么美国的 美国的第五舰队总部就在波索安的巴林 离他那里不远 那么中国在这里找到一个战略支点 那么如果他把这个地方 作为 作为他的一个据点的话,那么他就恶守住了 恶守住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水道 那当然中国其实 中国所有的一带一路的项目 我们表面上看过去,这是一个经济合作的经贸合作项目 但是其实他背后有一系列的战略意图 战略意图包括军事的战略意图,你看 中国在印度洋的沿岸 建立了一系列的港口,从南海 到苏伊士硬核,有一连串的加油站 和补给站 那么表面上这些港口都是商业性质 但是 商业性质一转身不就是军事用途吗 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 港口 第1个 就是斯里兰卡的 汉班托塔港 另外一个就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瓜达尔港 那么2015年中国在吉布提建了第1个海外的军事基地 那么 这个军事基地在吉布提,这个吉布提的军事基地 离美国的军事基地只有几英里远 所以为什么 大家不要以为美国是神经过敏 其实不是的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我说一直在误判 误判是他忽略了很多现象 很多现象他对他背后的意图不明白 那么 所以 等美国现在开始慢慢的明白过来的时候 其实中国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了,很多事情做完了 其中包括什么 其中包括 港版国安法 港版国安法他已经明白了 但是眼睛都看到完成 那么中美关系,我们刚才讲了 第一,协议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 一带一路的 标准版的协议 就是一带一路标准的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就是中国帮当地做 做基建 搞基建项目 搞项目,拿项目 拿一个项目,用25年 4000亿,中国投入4000亿 这4000亿实际上是什么 是中国借给伊朗的 4000亿美元 然后呢就帮他盖盖盖盖盖盖盖 盖到 边盖呢,伊朗是怎么合作的,伊朗就是 4000亿美元,每年折成石油 向中国出口石油 那么中国就获得了这个 相对低的价格的,当然他跟 可能要找回来跟俄罗斯合作的这个亏吧 就相对低的石油,然后就 到中国去,这样他就会获得一个 稳定的石油供应 那么这是一个标准的合作,那么对伊朗来说,为什么伊朗要跟中国签,我刚才讲 伊朗处于现在一个 处于一个绝望的情况,因为 从2003年伊朗被联合国制裁 到现在十几年时间 伊朗经济已经 已经崩溃了,不是说到了崩溃边,已经崩溃了 而且伊朗人也很清楚,只要被美国制裁,那就是 那就是生不如死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他没办法,美国5月份又宣布 要对他制裁,所以他知道没办法,那怎么办 找中国吧 这件事情2016年 习近平访问伊朗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事给 拍下来,就说我们要跟你们合作 伊朗当时估计也不大敢 不大敢 也不知道中国怎么样 所以谈了这么多年 现在 一看这个形势不行啊,那就跟中国合作吧 伊朗这头是这个 伊朗这头是这个 中国这头什么情况 中国我们先讲一下中美关系,大体上我们都是大范围的讲一下 中美关系现在处于新冷战状态 中美之间有六个核心热点问题 第1个 疫情追责 第2个 香港议题 第3个 南海自由通行受到威胁 第4个 中美贸易关系 第5个台湾问题,第6个朝核问题 总共有6个热点 这6个热点 都是随时可能引发一场 激烈的冲突 所以这6个热点 是中美关系现在的这个热点议题 这是第1条,第2条最新的发展 川普总统从5月28号 在白宫玫瑰园 宣布要对中国采取各种措施之后 那么 上个星期开始 美国开始制裁 中国的高官,这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 香港自治法案 现在已经放到川普的桌子上,放到了多长时间 已经10天了 川普总统还没签 我没看到签的消息 那么这是第2个,然后呢 从上周开始 美国开始制裁中国的高官 各个理由啦 总之就是制裁 那么中国呢,今天宣布 反制裁,制裁4名中国美国议员和 和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制裁 4个议员加一个机构 那么 这是第2个 第2个最新的进展,第3个,中美在南海 和台湾海峡 出现了 出现了没有 发生,史无前例的军事对峙 军事对峙 这是第3个,第4个 川普团队 川普总统的团队不断地放风,这段时间 从 从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开始 那么白宫对待对中国的各种制裁会陆陆续续出拢 这 一直在放这个风 那么我们就讲一下,中国和伊朗的合作的影响 先讲白宫的回应,国务院的回应 美国国务院是这么回应 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资助国 美国将继续让帮助伊朗的中国企业付出代价 这是第1条,第2条 允许或鼓励中国企业与伊朗政权进行 受制裁的活动 中国政府正在破坏 维护 稳定和和平的目标 这是 这是这个 大概,这是国务院的回应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这件事情 分析一下这件事情 先说影响 第1个 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纽约时报拿的这个料从哪里来 从我现在看到的报道来看 他拿到这个料,好像是从伊朗拿到的 他文章里面说 是伊朗相关的 但是我觉得不大 我不大相信 这肯定美国政府有放料的嫌疑 为什么 因为你想一下 这份材料应该是蛮机密的材料 当然 已经谈了好多年 这个材料应该有一些 外面应该有一些人是知道的 但是你想一下,他们首先是在进行商业谈判 商业谈判能拿到文本的可能性是不大 首先这是商业谈判 所以呢 我认为最大的,纽约时报拿到的料应该是首先是美国政府提示 然后他们自己去追 追出来 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事 那么首先美国政府非高度关注这件事情 你想伊核问题 伊朗核问题对于美国来说,那绝对是一个排在非常靠前的 安全议题 涉及到国家战略 所以 中国去 中国跑到伊朗跟伊朗去合作 毫无疑问在中美之间是扔下一个炸弹 中美关系之间是扔下一个非常大的炸弹 非常大的炸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美关系现在,我刚才讲已经处于一个新冷战的状态 那么现在 等于这种 对峙 会更加的激烈 就是等于中国右点 又把一个房子点着,又点着了一个火头 在这个火头上,我觉得 这个火头比其他的火头影响都大 就说你比如说 对美国来说,有两个核问题对他影响很大 一个是朝鲜核问题 一个是伊朗核问题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安全 安全议题在美国来说 它是一个国家利益的系数 就是说 所有的国家利益都要成一个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决定什么?决定整个国家利益的大小 国家利益可能一万,安全系数是零的话 那就是零,一万也是零 所以对美国来说,它是非常重视国家安全 这两个核问题都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非常重大影响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流氓国家 这两个流氓国家有核武器,想想看它 多么不安全 而中国跑到伊朗去跟他合作,我觉得这是 怎么说呢,这是 给美国又提供了一个新的 对抗议题 现在是美国,本来应该是美国找中国 找中国的麻烦 现在中国是反过来给美国继续制造麻烦 美国在制裁伊朗 你跟伊朗签个4000亿的大单 这4000亿大单跟我中美贸易协议差不多 你不是疯了吗 所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我认为这个议题会引爆 下一轮中美之间的对抗 当然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引爆还是什么 最核心的引爆是 美国对中国会采取什么措施,我觉得这会让川普疯掉 这是一个,这件事情影响非常重大 比朝鲜问题什么问题都大 为什么 你看川普在伊朗的问题上的态度是什么 这跟什么有关系 这跟他的女婿有关系 他女婿是个犹太人 所以他在 在中东议题上面,在中东议题上面的立场是,川普在中东议题上 没什么话讲,非常强硬 非常强硬 他联合 伊朗 弃核计划他都要退出 不让你弃核,我继续制裁你 就是这个态度 中国跑去跟他合作,你想一下会是什么情况 这是对美国的战略 造成巨大冲击 那么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看 中国的对外 对外战略 那我们之前有几个基本判断是什么 第1个 由于国内经济 状况非常的差 第2个,由于中国的对外关系非常的差 就是我们基本讲的外交理论 外交理论这样的局面呢 中国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的 项目的推进的应该会 会放缓 甚至可能会暂停 为什么,因为实在是遇到了太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很多问题会让这些项目难以为继 特别是 中国现在 没钱 没钱 但是你从伊朗这个项目来看 从伊朗这件事情来看 一带一路没有停,继续 继续往前走,虽然 就像一辆车 这个零件已经开始往下掉了 不行,不停下来修 继续往前跑 这是习近平的性格 这是他的性格 继续往前跑 不停车 不停车维修,零件往下掉都不怕 这是第1个 第2个 我们之前有一个基本判断 就是 随着经济的影响,还有 在西方国家的强力的 抵制下 中国对外扩张的势头 会有所减弱,甚至 甚至会回缩 这是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个合理的回应 但是从伊朗这件事情来看 中国的对外的 扩张的态势,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 他会继续往前跑 继续往前跑 我觉得 这个车 开始都掉零件了,出状况 不管,继续往前跑 这是第2条 就是一带一路会往前跑 对外扩张的势头会继续往前跑 第3个 但是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的是什么 在西方国家慢慢形成一个 协调立场 统一立场我觉得没那么容易,需要很长时间 但是现在逐渐在协调立场 的情况下 中国对外扩张的空间 或者是他的外交空间是变小了的 外交空间是变得小了的 这是 这是第3点 第4点 中美之间的对抗,不会因为川普 的某一些顾虑 而会受到影响 会继续 向各个领域蔓延 这个情况,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这种对峙 将没有办法 没办法改变 而且我相信 很快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的 这个强度 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今天拿他来做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吧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 做更好的节目 我特别想说一件事情,就是 最近不是洗粉很厉害吗 然后我们呼吁了两天之后 那么真的我们的粉,很多网友就 就发现他的订阅没有了,就补回去,然后你可以补了多少 大家知道吗 补了两千 就是很多网友,我订阅没有了,我补回去,再继续订阅 这一口气,这一天就增加了两千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呼吁,请大家继续 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 这是第1个,第2个 请大家继续 支持我们 点赞 然后转发我们的视频 好吧,谢谢 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三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好吗 鸣谢一下 谢谢,中共现实好像是一个玉溺 一个人玉溺时乱抓东西的情况 谢谢 谢谢 谢谢,打卡英国 郝海东一脚踢死成龙 谢谢 起来晚了 自罚被试 床前明月光,仪式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吃便当 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 互动 观点 局势越来越清楚了,中俄 朝鲜 统一阵线对抗西方 中国是这几个国家的媒介 臭鱼找烂虾,狼狈为奸,形成邪恶轴心 OK 观点,找对象时,要了解对方是个什么人 一个方法就是考察一下他的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 同理,一个国家的朋友圈也能推测出国匹 都四面楚歌了,还跟伊朗这样的国家勾兑 No做No die CCP也是太自大了 咋混成这样 情况,今天 中国决定自即日起对美国国会 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 以及美国国务院宗教 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 联邦参议员 卢比奥克鲁兹,联邦众议院 史密斯,实施相应制裁,评论笑翻了 网友太有才了 观点 从这几天闫丽梦事件,我今天忽然有点醒悟了 习对外匪夷所思,不考虑后果的对策 不是为了面子 也不是愚蠢蛮横 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怕全世界 查到他研制生化武器的真相 而深深恐惧 这可是对人类的犯罪 不是不当皇帝就能了的 所以到处惹事 就是想把这事遮过去 但没想到楼子越捅越大 对外局势快速恶化 现在美国又盯上了这事 只能与死网破,彻底疯狂了 听班农说 还有更多的证据,更多的闫丽梦 在路上我们拭目以待 是这样 闫丽梦这个事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闫丽梦没有提供更 更震撼的材料 但是这其实不重要,闫丽梦提供的什么材料并不重要 他只要有两点 他的证词就有价值 第1点 他说的是真的 他没有撒谎 这很重要,这是第1点 第2点 他提供的材料 能够直接 证明 证明他所观察到的事实 是能够指引出 中国并不是仅仅是隐瞒的问题 而是他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给WHO 他是说了假话 撒谎不是隐瞒 撒谎跟隐瞒是两回事 隐瞒是我不告诉你 我顾左右而言他,我说你问 吃饭了吗?我说天亮了 这是两回事,这是隐瞒 撒谎是什么?撒谎是你吃饭了吗?我明明吃过了饭,我说我没吃 这就是撒谎,这两回事 严厉梦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他 让美国得到了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 就是 中国不是隐瞒 是撒谎 撒谎导致了这一切的后果 这是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 出证词的价值 那么只要他说是真的 就够了 网上你可以看,现在 我经常提醒大家 一到关键时候 这个时候谁是大外宣 一目了然 这个时候跑出来质疑 这个严厉梦你的学历是哪里的博士啊,有人在问这个 那你直接拉黑他,为什么?很简单 Fox News肯定是核对过了 他作为一个电视台,他肯定要对对方的身份进行核对 他如果不核对他的身份,他怎么去做这个节目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研究这些问题 质疑这件事情的人 都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别有用心 他就是 五毛的一个策略是什么?就是质疑 质疑看上去 个别看某个质疑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突然来50个质疑 看的那个人就会有疑问,这个人是真的假的 这就是五毛的策略 所以 在这个时候 在质疑,王先生你为什么不让别人言论自由 这不是言论自由,这是我是讲言论自由背后的东西 所以 我们可以通过 严厉梦的这件事情,又可以发现一大批 这个大外宣的工作的人 那么我们就label 贴上标签 以后他讲话你要小心一点 或者直接取消关注就好 情况真是太气了,微博成天把别国的 灾难当头条 今天头条是日本洪灾,我真是看不下去了 南方烟成都啥样不报道,成天拿 拿放大镜看别国的笑话,我评论了一下,还各种五毛来骂我今日 就是这样洗脑 提问 那你去伊朗 去跟伊朗买便宜石油,不会让俄罗斯不高兴吗 俄罗斯他收钱有什么不高兴的 为什么 有什么不高兴的,只要他收到钱就可以了 观点,俄罗斯不一定在那个阵营里,毛熊只坐在有力的阵营里 怎么说呢,俄罗斯现在的情况是 当然 川普总统是 很想把 俄罗斯拉过来 拉过来 拉过来俄罗斯,俄罗斯是一个 俄罗斯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俄罗斯是一个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你想成一件事情,你找他没有用 他帮不了你成一件事情 但是呢 他呢,在关键的时候呢,他能坏你的事情 所以俄罗斯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为什么美国川普总统要拉俄罗斯过来,就是 把俄罗斯拉过来呢,别坏我的事 仅仅是别坏我的事就够了 就够了 你想 我对付伊朗的时候 把他的武器卖给伊朗,你不气我吗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观点 基本邪恶国家通用货币都是美元,比如伊朗柬埔寨 越恨美国的国家越粉美元 包括中国 OK 情况不止伊朗,阿富汗也在谈了 我的看法是 中国要把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搞一个中东专制经济代 提问 以王老师对川普的了解,您认为川普政府对这次中国和伊朗签署合同 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应 不知道 我 不清楚现在川普的心态 因为你想一下 今天是13号 13号就整整 就是 香港自治法案 整整在他办公桌上过了10天了 因为这个是在国会一致通过 所以 只要川普总统不签字 那么一过10天自动生效 他都不用签了,除非他反对 反对可能性零 那么他为什么不签 他签 当然他签这个字呢,其实 他跑到中国那里也有的交代,为什么?因为我签不签 都会生效的,就像那个 维吾尔法案是一样的,为什么维吾尔法案他又签了 维吾尔人权法他又签,可是这个香港自治法他不签呢 那么当然重要的是 现在中国最在乎的是香港 所以他肯定跟中国有一个某种默契 就是 碰到香港问题他走开 不关我事 中国就当他没有 搞事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呢 毫无疑问 川普被捏住了 川普总统是被捏住了 所以你可以看他为什么不签,其实 这个自治法案就是个试金石 是什么呢 是川普总统在香港问题上 他和中国有没有默契 至少有没有默契,有没有协议我不知道 但有没有默契,你可以看出来,他是有默契的 就是 川普总统 不碰香港问题 香港议题他碰都不碰 然后呢 中美贸易协议继续,中国继续买 买大豆 继续买他的粮食 大概这两者之间 有逻辑关系 有逻辑关系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得很清楚 但是中国 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川普总统到底是怎么想的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你可以看他嘴巴上讲得非常的强硬,每次出来就骂 中国这个隐瞒了疫情啊,搞成中国,把美国搞成这个,但是 在疫情追责上,他也没有任何动作 没有任何的回应 所以其实你看 川普总统在对中国的政策上 有一系列的矛盾 他有一系列的矛盾,他不是一个矛盾,说仅仅是香港矛盾 他有一些,包括疫情 你看 关于疫情 川普就是个复读机 别人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会回到这上面来 说中国给美国带来了麻烦 当然我理解,很简单 因为疫情这件事情,他要推卸责任 把这责任甩给中国 但是甩给中国,你不能光说啊,你还得有采取行动啊 全美国人都看着你啊 中国对美国搞了一个这么大的事出来,你只是嘴巴上讲一下怎么行 你美国总统啊 所以 以我对川普总统的了解 理论上来说,这个人是言出必行的人 川普总统的确是言出必行的人 这个我是非常认可的 只不过他行的过程当中,他又会赚磨 赚半天磨,他不会说了不认账,他说了要认账 但是他会赚磨 打个八折或打个三折都有可能 比如说他那个 玫瑰园的这个讲话,那多强硬,气势如虹 后面你到现在 搞到搞去 就是制裁了几个高官而已 没有太多的措施 所以 在这件事情上,川普会怎么个反应,我不好说 很难判断 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应,但是 这件事情对中美关系肯定是爆炸性的 爆炸性的影响 但是川普会具体采取什么行动 不好讲 为什么 我看不出 从其实从 从今年的三月份到现在 我看不出川普总统 对华政策有连续性 没有连续性 就是 当一个政策你没有连续性的时候 你分析,你分析就有点困难,因为你连续性很容易啊,你找到A 就知道B,找到B,就知道C,这就叫连续性 他没有连续性,这是第1个 就是他 一块一块的,东下西下,这是第1个 第2个 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跟你怎么分析来 第一,你没有连续性,东一两头西一棒嘴 第2个,你说的跟做的有不同 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港版公安法 刚刚通过的时候 国务院出来说我要制裁他 制裁这个签证 就算你说 国务院出来说 然后那个谁 然后商务部出来说,说我们要制裁中国,取消 中国的这个地位,特殊待遇 但取消哪些 我正在研究 不说 到现在还没出来 都多少天了 这么多天了,快半个月了吧 到现在还没出来 那你说说半天,没有实质动作 没有实质动作 所以你怎么反过 所以我们就很难 很难去判断说川普总统 会做什么实质性的回应,我不知道 很难分析 情况,伊朗产的石油流含量很高 是质量很差的种油 国际原油价格这么低,中国这个选择非常不利于自己 我印象中中国的很多炼油厂就得用这种油 因为中国的油就这种油 所以中国很多炼油厂 都是吃这种油 不吃那个好 轻制油 不吃轻制油,中国很多炼油厂都是要这种种植油 情况 朋友在国内一线城市幼儿园当主任,前两天说现在幼儿园也清查图书 以前孩子们看的是国外优秀的绘本 现在全部合格 都要换成中国传统故事 朋友本来是非常爱国的党员,这次非常伤心的说,这是要毁的孩子 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 或者是具体的说,在洗脑工程领域 非常坚持不屑的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 清查图书馆已经早就开始动 其实在他们订书的环节已经开始动 已经不进那些书的 早年都已经有一个清单在那里,随时变换的 中宣部文化部给这些 给图书馆下指令 早就有这个指令 所以现在清查只是 个别漏网之余都不放过,是这个意思 情况 大陆官媒今天宣传提示战药 这个很好 每天都给我们来一段嘛,好不好 第一,围绕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国内抗议不利 加强发声,把压力引向美国 这是我见过最露骨的宣传提示之一 二,对冒名顶替大学问题,在全国范围开展专项清查处置 未经统一安排,一律不许报道 三 关于福建泉州 新家酒店 3月7号坍塌情况 不许质疑疫情防控工作 四 各平台 各平台茶山 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获中国建筑学建筑创作大奖 相关文章 OK 情况,欧盟停发中国公民 深根签证 西方平时矛盾不断,关键时候一定站在一起 中朝俄平时吃吃喝喝称兄道弟 关键时候肯定背后捅刀子 你知道为什么欧盟停发吗 欧盟停发的原因跟你想的是不同的 欧盟停发的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开放欧盟 就是中国 由于控制输入型的疫情 所以其他国家都限制去中国 其中包括欧盟 欧盟停发 中国公民深根签证 是针对这个措施的 反的,这件事情反过来了 欧盟是希望中国开放 开放欧洲人 去中国的签证 情况,以色列这段时间和美国合作 炸了伊朗不少地方,伊朗官方都说是燃气泄露 观点,这本协议有看过 里面重点提到了北斗定位系统的合作应用 等于是在威胁美国说,伊朗可以利用北斗来攻击美国 这很严重 我不认为川普 这次会轻轻放下 我不知道 我没把握 老实讲我对川普现在 对这件事的反应我没把握,因为川普现在对中国的态度 很暗昧 嘴巴说得很强硬 手上没活 所以你说轻轻放下 不知道 观点,纽约时报这个时候爆出中共伊朗 这个去年签订的条约 去年签约,据说是纽约时报6月就拿到这个新闻 而且前几天福克斯爆出闫丽梦的事件 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的时间点 都很巧 在目前中美冲突正激烈的时候爆出,我觉得应该是美国政府起很大作用 给美国政府下一步对中国的行动提供了道德和法理上的合理性 美国 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手里上 所有的东西都有的 所有的东西都有的 你说的是道德也好,法理上也好,什么东西都有的 不缺这一两点 不缺这两项 观点,觉得美国掌权精英层,暗中不希望大陆民主 独裁更符合他们的金钱利益 美国的社会跟中国的社会结构不一样 美国你说的这个掌权的精英阶层是不存在 不存在 中共 掌权精英阶层上面 小小的一撮 那就是掌权的精英阶层,中共是这样 美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这样,关键是 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和中共不一样 中共 把门一关开会 几个人坐下来说说我们明天怎么样,明天粮价多少 一块八不行,一块八太便宜了 我这一块五 一块五的成本,一块八我挣什么 大家一商量,好,两块五吧 明天出两块五 中国的政策这么出来 美国的政策不是这样出来 所以你说这个美国精英阶层 暗中不希望大陆民主 这个他希望没有用 第一不存在掌权的精英阶层这回事 第2个 不存在这种决策的过程 所以不要用 我们还是要把眼睛打开,看一下全世界,中国是唯一不正常的国家 不能用他来去衡量其他国家 这为什么西方国家总是误判中国的原因,因为他不正常 是有点困难的 情况,98年军人抗洪,为啥现在九江要青壮年 回乡抗洪,问题是不是 是不是军队出问题 不知道 我也想不通这个事 派几个人 你派一个军,就算你派一个军去抗洪 就影响 就影响 国防吗?不可能吗?是不是 这是第1个,第2个 军队出问题也出 派一两个师出去 抗洪抢险有问题吗 如果连这个都出不来,那不是出问题好吧 那都出现政变了吗 是不是 我也不理解,老实际上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 他 不安排解放军 而且到处都是 到处都有驻军啊 就近派点解放军去 做个样子也好,你这连样子都不做 我不觉得是军队出了问题,我觉得是上面脑子出了问题 观点,之所以不派军队抗洪,我猜是怕军队到地方感染肺炎 保护战斗力 抗洪抢险 肺炎 也不make sense 也不合理 不理解,我也没踩头 这事 你这个说法我也不 不觉得是靠谱的一个说法 观点,现在军队惜命 谁会跳水里打洪水 没有一寸领土值得用生命去保卫,世界上的领土不值一分钱,没必要去争取 惜命是惜命,现在谁都惜命,什么时代都惜命 自己的命都惜,不惜的是别人的命 现在问题是,你也不需要去跳到水里去挡洪水呀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我觉得 也不是惜命的问题,军令如山 你要是不听指挥 拉出枪壁,你看你去听不听指挥 情况,话说 其实伊朗年轻人多数都有觉醒 伊朗政府在人们聚集会的时候 在地上铺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 想让大家踩过去,结果大家都绕着走 偶尔有人踩上去,旁边都噓他 这就是两层皮 这就是说 政府或者高层和下面的老百姓两层皮 中国是三层皮 中国是三层皮 中共高层 社会 个人 三层皮 情况,人民币最近都在升值 楼市股市两开花 想领教一下王省,央行大放水 汇率暂时保住了,除了中国的汇率系统工程外 是否跟美国无限量QE超发货币相对贬值有一定关系 没有一毛钱关系,为什么 因为人民币不可兑换 没有自由兑换 所以你说的这个贬值 他没有传导性 传导不到中国来 所以这个 没有关系 提问,习近平搞这些动作,越来越激烈 他平平灌灌全砸烂 他是打算继续实现他所 他所想的政治理想,继续连任,还是不负责任 让下一届收拾烂摊子 不负责任,让下一届收拾烂摊子的可能性不大吧 他还是垫着继续做吧 继续做下去吧 否则这个政治理想怎么实现,他没实现,红绩还没插遍全球呢 但是 但是他这么砸,弹弹灌灌全砸烂,他怎么过,这日子怎么过,我也想 有些东西 有些位置,有些点 有一些关键点 其实还是想不通 还是 还是没明白 为什么 因为中间的 中间的 就是没有合理性 虽然我们说 习很多的动作 非理性 他只是出于 跟着感觉走 实现理想的方式走 需要两样东西 一样东西,你要有有十力 有足够的实力,你不能弹弹弯弯砸碎,你们就没实力了 这是第一头 第二头,你得有战略 战略战术 现在基本上是在蛮干 这个蛮干的话 你就没办法去实现 DND 所以有的时候你很难解释习的这些行为,它背后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无法理解 中间有很多点是无法解释的 中共病毒人赃俱在,是生物武器 犯毁灭人类罪,择日审判,中共难逃一死 中共狗急跳墙 不要 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交出习近平 及当局血债邦 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谢罪 我们不要喊这种口号,行吗 拿事实说话 我们不要喊空洞的,什么叫空洞的口号 就是大帽子 大帽子一喊 帽子底下人都跑到哪去了 我们要讲具体的内容 就跑不掉的内容 观点,很多中国人恨自己国家的 GCP 但自己不去拼命死磕,也不用谋略和思考 你搞翻他,反而寄望与美国所谓的总统 美国所谓的总统帮忙倒逼 倒逼 中国人醒醒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死磕或者拼命 都是 都不是每个人所能够付出的 这种决心的 那么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去拼命,不是去死磕的话 那你连话都不能讲 那就不对 那么中共作为一个政权 它有很强大的实力 要推翻它不容易 那么要有 我们经常讲,我们自己学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 你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性的 社会运动,是没办法把政权改变的 那么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中国有没有发生这些事,没有发生这些事 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 它有可能突然一天倒闭 为什么 你看金政府情况也是差不多的 但金政府一天就倒闭了 所以 历史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往往超出大家的预料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不能要求别人去拼命和死磕 为什么 因为 你要求别人去做,别人未必肯去做 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道德上你没有比别人高一截 所以你不可以要求别人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 这是第一,第二 我就算是不拼命,我骂他不行吗 我做一个节目批评他不行吗 我做个节目揭露他行不行,都可以 只要你愿意出力 愿意做这件事情 大的事情,小的事情,中的事情都能做 所以 我不大同意你的观点 指望别人,指望这边也没问题,指望别人就指望别人 总比不指望,盲目不仁强 所以 要学中共有一样东西,要学习中共 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来做 这件事情 总比他反的做强 总比他啥都不做强 对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有些人说,你这偷懒 不要这么讲 每个人能力有限 每个人的situation都不一样 不能要求别人 好吗 情况,中国炼油厂从90年代开始已经以炼中东高寒流原油升级设备 轻至低流原油已经失去油源,如越南白虎油田 观点 普京惊得很,他不会让天朝做大 更不会真心结盟 卖印度的军备都是性能版 反观卖天朝的同档 同档子不说低配版 至少是阉割版 提问 老师能不能讲一下美国为什么这么注重中东 而相对侵蚀东亚 因为他女婿是犹太人 川普总统的女婿是犹太人 所以他很重视中东 你看川普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 也没有连续性 只要沙特买武器,他就跟沙特不错 但是呢,他又支持以色列 做很多,以色列想象 以色列那么多美国总统都不肯做的事情,他就做了 批里啪啦就做完了 所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说为什么在中东,注重中东,就是因为他女婿 是犹太人 没别的 提问,既然川普女婿是犹太人,而在伊朗问题上态度强硬,我记得王老师之前说过 川普女婿 是 两个反对制裁中国的其中一个 现在你觉得他会因为伊朗这件事情改变中国的立场吗 你这是以子之矛,攻指之盾,我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川普会采取什么态度 问题为何每次中国改革往坏的方向改,每次国家走到十字路口 最后都走上了独裁专制的道路 这是否跟中国文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三国文化有关 也不一定啊 中国改革开放,你看 六四不是往坏的方面走了吗 到江泽民不就又继续改革开放 加入世贸了吗,他也有走正确道路方向的时候啊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我一直反对 我一直反对历史必然论 历史没有必然 历史就是人往前走出来的 他有可能往这走,也有可能往那走 他有局限,他不可能往后走 但是碰到一个脑子进水,他也往后走 都有可能 所以 我 读历史读到现在,我最终的结论就是,历史必然论 是骗鬼的 读史读的,我读了好多年 我的结论就是 历史没有必然 说历史的必然全是骗人的 情况加观点 一,纽约时报7月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通知国会 将向台湾出售20亿美元军火 20亿美元,6.2亿吧,我印象中 好像川普上台以来第7次对台军售 金额不对,应该是6亿多 二,川普在7月10号 在飞往佛罗里达的飞机上对记者说他不想和美 中国进行第2轮贸易谈判 不对 是 是记者问他 你现在要不要开始跟中国谈第2轮贸易协议 川普总统上,我现在没有考虑这件事情,他的回答原文是这个 他不是 不是他说他不想跟中国谈第2轮贸易协议 谈判 这是 两个不对 第三,美国双航母在南海军演 四,国务院和财政部宣布对陈全国 进行制裁 五,福克斯发表 对闫丽梦的访谈,我觉得说川普只是大豆贩子 时时刻刻打小串盘 说蓬佩奥跟 杨洁篪在下围勾兑,这些季节 和这些迹象脱节 没有脱节 没有实质性的动作 不是21,6.2亿,6.2亿不是武器装备,是技术跟配件 我不同意你,你说的 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 只是制裁成全国而已,这里面唯一有实质性 对中国有影响的 就是 第4条 严厉梦 福克斯发表 对严厉梦的访谈能够 说跟那个,和现象脱节,福克斯是一个电视台 不是政府,你也拿到里面来说 可见你的材料不太多 川普 川普总统关注中东是因为女婿这个分析要商榷 中东是世界霸权的钥匙 东亚 欧洲都需要石油 美国作为盟主保证盟友的石油供应,是保证了联盟的中层的经济基础 你没有讲出商榷的地方 你只是说中东重要 中东重要 东亚不重要吗 东亚也重要,欧洲不重要吗,欧洲更重要 美国不重要吗,美国也重要 哪不重要你说 非洲不重要 提问,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到底美国想怎么帮香港 美国没有想帮香港 美国只是在香港议题上 对中国开火而已 美国没有,川普对香港 川普说香港就是这个 台湾也是这个 川普是这样的态度 所以我没觉得他想帮香港 鸣谢 谢谢 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 说俄罗斯城市不足,办事有余,太精辟了 谢谢 谢谢 川普对于 几乎全票赞成的法案不积极执行,那么输掉大选的可能性加大 谢谢 打卡旧金山,谢谢媒体,美西三帖 姥姥王,谢谢 向网友E-Ray说美股致意 我沾了王先生的光,在他评论 节目留言,结果认出 是王健节目的姥姥 OK 谢谢,王先生你好,上次您对美国留学生 政策讨论只有九分钟 希望您能找机会再谈一次这个问题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像王先生这样的 不愿与黑暗苟且的 海外华人 是我们民族仅存的心怀光明的火种 那么这样的政策会不会扼杀这些希望 而且这种政策针对的是全世界的留学生 希望能看到大家讨论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启发,希望这样的新兴 新典引火,引烛之光能够 最终汇聚成 浩月明辉,谢谢 九分钟其实我们的议题已经讲完 只是没有讨论,没有后面的讨论的时间 我想一下吧,还是要找个新,我们是个新闻时事节目 如果我们现在再回过去讲了有点 不现实,我们找个如果有机会 是这样 请放心 留学生的议题我非常的关心 只要有这方面的议题 我都会讲 所以你千万不要担心 我不会讲这个议题了,我会讲 但是 不是这个新闻 而是其他的新闻 但是是留学生议题,好吗 忍了很久的观点 王老师是新闻人出身,讲事实,讲证据 但不知道王老师对玄学怎么看 推背图说,黑兔走入青龙穴 欲禁不禁不可说 被解为2023年2004年交替之时,中国进入要死不死的状态 我是信的,拭目以待吧 孔子说,近鬼神而远之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 近鬼神而远之 对于玄学 我近鬼神而远之 好吧 谢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再见 稍后 我们 panic 别怪我 别怪我 好 也是 感谢观看